我想問你 當中的網頁有沒有我們的名字 我們參加這個班 是不是 我們不會把你的名字放在上面 如果我們進入這個回教裡面 我們應該有些證明到 我們是上了這些班 我們給你 上完堂之後 我們會給大家一張證書來的 如果大家的出庭文是超過七成 但是香港的人對私隱比較注重 我們又不敢隨便把你們的大名上網 那他們是給你喜歡的 是吧 我本身入了回教已經有八年了 但是我在印尼那邊做過的意識 但是我始終沒有那個是證書的 我可以在這裏補給我嗎 可以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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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很感謝你 第一 大家就是入教怎麼入教 想不想浸啊 在Islam 入教是比較容易的 不過當然就是要有準備了 你真的了解了 你也就是覺得這個是真是我的信仰 那就是在我們叫作證 就是怎樣 就是在眾人的面前 通常一般的 我們會是請一個教長 或者之類作為一個主持 在其他人面前就說 我作證如酌萬物 但是只有一個主持在阿瓦 我們作證如酌萬物 是他作為一個猜事 阿瓦人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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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證如酌萬物 是他作為一個猜事 那這個人就正式成為一個牧師 那基本上就不需要有證明文件的 不過就是在現在來說 舉個例子 有時候舉個例子 你去朝聖 去墨加州 去朝近 那就是要申請簽證的時候 他可能要證明你是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入郊的時候 有機構就會發一張證明給你 那如果這位兄弟 他還沒拿這個證明 這個證明失了 這樣就算了 都可以在這個教長面前 做一個儀式 沒有發一張證書 好 繼續第二個問題 戰利 謝謝 你剛才說 有很多的視野在這裡 為何特別來說 我可能是要投票出來的呢 原因就是因為 武漢密德是最後的一個使者 而武漢密德所接受的啟示就說 尚主是派過以前很多的使者 換句話說 作為一個牧師 就是我們追隨牧仙的教訓 但是你說你又不只是信我 是否只有一個使者 就是如果你不信 耶穌是真主的使者的話 你的信仰是不準 即是你說我信我 我真的是使者 那麽多人 都迢富了 對吧? 不用迢富了 你迢富了 最好的就已經買一些保險 那我想問 是不是一出生是 自動成了一個牧師男的 我們的信仰就是這樣的 就剛剛問 人一出世 第一 它是清白的 第二 人的本質就是傾向真理的 第一名叫Victor 就是傾向真理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一個人一出世 就是一個順序上主的人 所以我們一般的人 我們都有一個簡單的儀式 就是當她的嬰兒出世之後 通常是她的爸爸做的 第一次她來到這個世界 我們就在她的意志裡 有一個叫做Azana 簡單的就是作證著讀一期 這樣提她的眼 所以在她右耳左耳左 之後她就成為一個Muslim 我們就給她一個名字 我們就已經從小 假設她就是一個Muslim 一個穆斯林來長大 到死她都是穆斯林 除非到她成了人 她有自己的意志 她說我選擇不做穆斯林的話 她說我做基督徒 或者我做猶太交通 或者我什麼都不相信 這是她的決定 是她的選擇 但是Islam就是 我們相信 父母就有了責任 因為她的信仰 更少讓她認識真理 有些人說 哎呀 搞錯呀 自小就誣她說她是穆斯林 讓她大了她自己信 信不信就不信 怎麼逼她呢 這樣 看你怎麼看 Islam相信就是 信仰 信主宰創造我們 然後跟著怎麼去過生活 這個呢 是會養到我們將來 不單止是今世的成功 還是將來死了之後的成功的話 我們比較一個 就是教育 在外面好的比較 當我小孩子 到了兩歲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 有些人帶她去幼稚園 幼稚園 帶她去 回學校 那個嬰兒就說 爸爸 我不去 哎呀 不去就不去 她哭啊 怎麼辦呢 那不去吧 乖乖乖 回家就不去 等你大了 終於什麼時候就回家 你怎麼回家 你怎麼回家 神經病啊 你這個傻瓜 那她不學書又怎麼樣 怎麼回家 餓死路 找臭屋 那你這麼緊張 讀書做什麼 她是緊張的 那她不是 那她怎麼回家 她怎麼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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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當她傻子 是啊 就是她讀不讀到書 她讀書讀成怎樣呢 是會有幾十年的命運 的生活 不過 我們相信 信仰不是應該有幾十年 是應該將來永遠的 她是你的兒子 是你的兒子 是你的女兒 是你的骨肉 你會不會有緊 你會不會比較不讀書 你會更加有緊她 所以呢 就是 信仰不是假批或者茶 你喜歡選哪一個人 無所謂 都讓她自己選 如果讓她自己選 如果讓她自己選 那就是她會排隊 在將來 就是你對這個信仰 有什麼信心 不如她帶了兒子 若要找到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就可能她會跟她男朋友 或者她會見到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加進去 帶她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說 你覺得你自己所信的 也不知道適合或錯 所以不要害了她 不如跟她的老師帶她 你會不會這樣想 如果你不是這樣想的時候 你覺得這是真的的時候 你怎麼會還給個兒子 讓她自己選 選 什麼都選 所以有 在醫神之宮 有篇文章 有一個女士 她歸說了醫神之宮 她就覺得 我是被迫送的 不是有人把槍給她 支持她 你不相信她是假的 然後她說 我當我找到這個宗教之後 我認識到這個 看到她是真理的時候 我還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是這樣的 OK 繼續 有什麼問題 是 其他 這位朋友 謝謝 老師 你好 你好 我看到這個 剛才你有說 就是 我們人本身是清白的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看阿波拉 可能他們都有做憲制 憲以殺 因為憲制 其實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熟罪 如果我們本身是沒有在以斯蘭道國的概念裏 謝謝 是的 OK 就是真主 意思是說 上主要你這樣做 你就順利跟著他去做 就不是說 因為這樣 來到去 因為你有罪 所以就是熟罪 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 同一樣 和西大家有不同的演繹 或者不同的理解 所以 那些人聽你們說得很清楚 就是 你不是說 拖了一隻羊 摘了一隻羊 摘了一隻羊 或者那些血 就是上主 希望他摸到那些血 這樣 不是 這個就是我要求你這樣做的 一個意識 目的就是 你順從它這樣做 好 繼續 有沒有 老師你好 你好 那 剛才你有一張的畫動篇 就是講究到 耶穌基督的 嗯 那在裡面也都講究到 就是 佛主的子義 他曾經就是靈死人佛羅 但是在 我們的 天主的教育裡面 我們所說的耶穌基督 除了他利用復活之外 他自己本身也是復活的 我想請問 在 這個 以斯蘭裡面的文章 或者 那個經典裡面 有否有預言的施跡呢 古華經就說 耶穌曾經 死人 死的人佛羅 但是 那些人 想聽他在十字架的時候 古華經就說 然後呢 就是 升起了他 那 那就是從以斯蘭的 或者《普華經》的 講法呢 就是耶穌 是沒有被釘死的 所以也沒有復活的 這個事情 但是將來在審判日來臨之前 耶穌是會再來臨人 那他就是因為他還沒有死 所以根本就不是再復活 但是上朝會再派耶穌再來 那他到時會怎樣都來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就說會有些跡象 就說會有些跡象 就說 我們要信仰 他會再來 耶穌到時的話 就說 從古華經的角度來 耶穌到時他要帶領的 是那些牧師 他信真主的人 對抗魔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在審判日來臨之前 會發生的事 這樣 有沒有 《清真》這個詞 怎麼回答 《清真》這個詞 《清真》這個詞 是中國的一個 據歷史的角度 因為一些醫生教徒 一天 因為做禮拜 一天做一次禮拜 每次做禮拜 都要洗手很洗腳 他們很乾淨 很清潔 所以是清真 是 前面有些先生 還有這個問題 我還想給他 給麥克 最後一個問題 有些食物等著大家 老師 我想繼續問 在你的環境片裏面說的 就是 當日 去到這個審判日的時間 如果 他基於他的罪現 有機會 就下火動的 我現身上問 其實在伊斯蘭裏面 有沒有天堂 有天堂 有火 沒錯 好的人會想天堂 那些 得不到新主的 原諒的人 就會落火 好了 很多謝大家的 日落 聽大家下次準時 我們有些食物 就是想照顧大家的 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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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